1861年,大清王朝最为悲情的皇帝贤丰,龙玉上宾大行而去 贤丰皇帝子嗣不多,存活在世的只有一个六岁的儿子 名字叫做爱心觉罗宰纯 由于他是先皇独苗,所以宰纯小朋友毫无疑问是皇帝的唯一指定继承人 六岁登基主少国仪,皇帝不能亲政,就需要别人来帮他管理国家 此时,朝堂之上最有能量的势力有三股 先皇死前挑了八位大臣,当作新皇帝的执政班底 全权负责皇帝未成年之前的工作事宜,称为顾命八大臣 我们称这股势力为大臣势力 第二股势力是皇室亲族,皇帝的叔叔呀,舅舅呀,远方亲戚呀,诸如此类 我们称之为地印势力 最后一股势力是来自先皇的老婆慈禧太后 作为同治皇帝的生母,慈禧在后宫一向很有话语权 我们管这股势力叫做地后势力 按理说,大臣负责辅佐皇帝,皇帝负责加强皇权 太后负责管理后宫 大家各司其职,本来小日子过得都挺不错 但大家也都明白,面对年幼的皇帝 三股势力中的两股如果能够结合起来 那么就能把三足鼎势的状态打破 变成一家独大,彻底掌重朝政 而率先打破这种僵局的人,正是慈禧太后 自己单干恐怕胜算不大 慈禧找到了自己的好姐妹,同为太后的慈安 俩人联名尚书要求垂帘听政 八大臣主管大清朝政 看了慈禧太后的要求,纷纷拒绝 理由也很简单 因为自本朝开国以来,就没有这样的先例 就算有,你慈禧能和当年的孝庄太后比吗 再说了,我们也信不过你 没想到慈禧不依不饶,天天上折子 希望自己可以参与到朝政事务中来 八大臣一看,你想垂帘听政是吧 那好,我们辞职,我们不干了,你来吧 这八位重臣掌握着朝廷的命脉枢纽 如果突然撂条子不干,肯定会对朝政造成影响 慈禧一看只好让步,不再提入住朝政的事 在太后和大臣们的第一轮交锋之下 大臣们完胜 但八大臣没想到,之所以他们会赢 是因为慈禧故意输给他们 而输给他们的原因也很简单 那就是麻痹大臣替自己争取之间 表面上,慈禧太后被大臣们彻底打败 只能灰溜溜的待在后宫里 而实际上,慈禧太后暗中勾结了不少朝中臣僚 亲王,大学士,户部,刑部,乃至紫禁城的兵文卫队 全都成了慈禧太后的当狱 所谓趁你麻痹,要你命 很快,慈禧太后趁着八大臣放松警惕 雷霆出击,直接把八大臣就给收拾了 八位大臣,两位自禁,一位处展,四位停职 一位调人外地工作,慈禧当家了 这段时间的慈禧同志还是比较老实的 因为毕竟刚刚掌权 所以一时之间并不会闹出什么幺蛾子来 这个在未来会搅动近代风云的女人 此时此刻只不过是想享受一下 垂帘听着的快乐罢了 皇帝和太后相安无事 清朝内部也无大事发生 当然也不可能是一点事没有 清朝各地都有造晚和起义 加上轰轰烈烈的太平天空运动 国内情况一直不是很乐观 但好在这一时期有像曾国藩、左宗棠 这样忠心耿耿且非常负责任有能力的大臣们 作为大清王朝忠心班的打工人 他们专业为皇帝擦屁股 属于是大清王朝一块专 哪里需要哪里班 国内的叛乱起起落落 宣告平定 太平天空运动也被镇压 然而好消息不止这一个 在之前的道光咸丰两朝 西方势力屡屡冲击 这帮穷凶极恶的外国人 在中原大帝犯下了滔天罪孽 又圈地又要钱 完了还得签交约 西方国家步步紧逼 蜻蜓只能连连退账 到了同志一朝 中外之间的关系终于步入了一个缓冲期 外国人要钱给钱 要地给地 逐渐趋满足 不再闹事 国内的奇运运动也都宣布告吹 皇帝突然发现天下似乎太平了 自己似乎可以干点正事了 要知道 能在近代史中谋得一段喘息的时间 是非常不容易的 邻国日本正是抓住机遇 搞起了明治维新 才走上了强国之路 中国从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 就开始搞变法革新 清政府当然也不能错过这段宝贵的发展期 清朝决定开启新时代 改革变法 不说恢复大清帝国往昔的荣光 至少不能再受洋人欺负 改革第一步成立新机构 以往的六步 兵公里立行户 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的需求 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 必须要搞个新部门 于是总理衙门诞生了 总理衙门管的很多 但总结来说一句话 这是大清正牌挂名的外交部 光搞个新单位不叫改革 要改革必须搞点大动静 于是一场名为洋务运动的改革开始了 洋务运动 这是初中历史的必修内容 但初中历史只说清政府发起了洋务运动 并没说洋务运动具体干什么了 其实很简单 从字面意思就可以理解 洋是西方 洋是学习 所以洋务运动就是一场学习西方主义的运动 外国人搞军工厂 清朝也在上海福州等地开办军工大厂 外国人造船 清朝就挂班成立福州传政局 外国人搞发明 清朝也不能闲着 江南制造局 金陵制造局 天津机器局 西安机器局 一个一个都开了起来 国家要发展 光是硬件条件上来也不行 软件也得跟上 什么是软件 当然就是人才 整天在四处里学习知乎者也的秀才们 已经不能满足清政府的需要 大清集须一批近现代专业化人才 请问近现代专业化人才从哪里来 两个渠道 一是咱们自己培养 二是咱们派人出去学习 学成归来为自己所用 清政府双管齐下 先办新师学校 金师同文馆 再派一堆小朋友出国留学 除此之外 政府大力发展文化事业 广泛翻译外国书籍 架设电报 修建铁路 看来清政府终于很转变思路了 以前是西方国家破门而入 清朝被迫开门 现在变成了大清主动打开大门 走向世界 但本质上 姚务运动仍然是失败的 从微观的角度来讲 姚务运动一直处于模仿阶段 人家外国人干什么 大清就跟着干什么 这处于是一直在模仿 从来不超越 结果模仿来模仿去 一点创新精神也没有 搞来搞去都是别人本来剩下的 况且 清廷只愿意学习西方的技术 而对于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 任何一点细微的变化 他们都不允许 皇帝和大臣们都徘徊在一个状态里 那就是在封建王朝的置顾里 因为有所创新而洋洋自得 而从宏观的角度来讲 事实更加令人发情 如果我们看过一些近现代的史料 会发现绝大多数文献 会把杨务运动定性为清朝统治者 在公元19世纪发起的一场自救行动 什么叫自救 自救的意思就是维护自己的统治和权力 本质上清政府这么来来不乎的折腾 目的还是为了自己 为了封建王朝自身的发展 而不是希望改革能给当时的老百姓带来好日子 救自己 不救百姓 动机不良 目的不纯 因有不败之力 但这和统治皇帝关系倒不是很大 因为他毕竟只是一个小孩子 我曾经看过很多历史学者的讲座 以及一些院校非常专业的历史学术论文 里边的有些内容我着实不敢沟通 一部分文史工作者指着历朝一代三到五岁的儿童皇帝 严肃逼问人家当皇帝不认真不负责 是妥妥的王国之君 是我直言 很滑稽也很搞笑 这些论调和大唐王于杨玉环 大名王于张居正一样可笑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也绝对不会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 一个王朝的覆灭 也绝对不会权责在一个人的身上 而把王朝灭亡的恶果 推到一些裹着尿布 连上抗都飞进的傀儡皇帝身上 更是无稽之谈 一笑大方 当然 我说这些呢 并不是要为同志皇帝辩解 十三年的皇帝生涯中 他的人生是有幸的 也是不幸的 有幸在于历来皇权争夺 凶险万分 刀光剑影 蝶血宫廷者 大有人在 但身为独苗的同志 登基之路却异常顺利 他装名鼎盛 雍容尊贵的生活来得非常容易 但过得好 只是皇帝这种职业的基本要求 而能不能让自己治下的国家变得更好 才是人们对于皇帝的基本要求 很显然 同志皇帝并没有达到这种要求 他幼年丧父 冲灵登基 处在权力交接的内乱中 之后又有母亲慈禧 一家独大 自己基本上没干成什么事 如果非要说把洋务运动 同志中兴这样的词 安排给这位皇帝的话 我只能说 洋务运动很失败 同志中兴没意义 洋务运动是一场不拙头脑的模仿秀 而同志中兴更像是大清王朝 对自己的自我吹捧 但你要明白 我这么说不是批评清朝 批评同志 反而同志皇帝是我为数不多 比较欣赏的地方 在他短短19年的人生岁月里 他敢尝试 敢求变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有些帝王终其一生 只会把自己关在幽深的宫廷之中 而同志已经打算迈向世界了 就算有人认为他是个失败者 但我仍然觉得 同志和之后的光绪皇帝 是那个时代的先行者 他们为中国未来的改革图强 探索了道路 哪怕只是一小段 历史会在乎这一小段 历史会铭记 每一个意义发光的人 好了 我是历史期视频有趣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点关注不明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